在六土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吃痛痒的演出 卖周边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大早三点钟跟这帮货跑去Everton Park去看日出 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熬夜啊在图书馆 好棒 吃死 今天一件事呢是hiking 我觉得hiking的一个风光是这位很难忘 在六土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就是碰到一伙特别好的小机友 老机友 当然是你和大家一起浪的日子 一起走遍这个五湖四海 怎么又没有亮帽子 好 未来的 那个 你写烽火的过瘾 比现在 这个 我更喜欢 那个 自己 有没有 遗忘的 程序下的 约定 绝不要 辜负此刻的自己 就是 最后的白予删释 每个飞幻或的夏季 连丫种头来到自然性 时间忘了今天星期情 人生忘了要前进 曾经说好的环岛旅行 像那空白的书架戏题 那段还没告白的猎记 想定遗憾的曲奇 书架不信不信离口径 传唱情 那之后之后却更加幻奇 明天后的自己 是不是我重击 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 比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 有没有遗忘那曾许下的约定 却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 最后的八月三十一 早以为未来遥不可及 才发现青春像冰淇淋 荣华的让我措手不及 最后的八月三十一 小小后梦的不切实情 长大后却要学着实际 我们讨压那样的自己 无奈却无能为你 应该后见脸皮活在他们期许 爱情的都可以做我自己 你哪里总的结局 是我只想回避 未来的那个你是否活得过瘾 你现在这个我更喜欢那个自己 有没有遗忘那曾许下的约定 却不要辜负此刻的自己 我好难以便能够把对手适应 最后能一直这样走下去 就算失败了也是种荣誉 我还能将往回应 我想早上再起来再去教堂跑一次步 我在立务府跟大家一起抽烟喝酒聊八卦的日子 你爱的那个你又要什么表情 失败了我相信都没有无愧我心 就算你已放弃曾追逐的风景 别忘记唱这首歌的自己 最后能把你爱散开 唱一首歌让我送你你 唱一首歌跟回来的你听 请不要忘记 请不要忘记 这首歌你的自己 唱一首歌 此后能把你爱散开 这个正า YA chat 一次意把我赢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